一個梓華神一個 Michael 神 令這部破地獄 由開拍至今都成為觀眾非常高度關注的焦點電影 來到11月 電影終於要正式上映了 究竟這部電影出來的成品 又對不對得住觀眾的期待值呢? 而王梓華又有沒有機會再次提名最佳男主角呢? 嗨!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艾力 講到破地獄這一部電影 我相信都是大家今個星期 今個月 甚至今年期待值最高的一部電影 我想這樣講都不為過 因為我想從很現實的數據 我現在拍這條片的這一分鐘 這部電影是未正式公映的 不過接下來在11月9日的公映場次 大家現在在手機app 已經是看到的了 我看到的時候都幾震驚的 不是開玩笑 我都嘩了一聲出來的 一天裡面是可以排到成 三十幾四十場的戲院都大有人在 這個代表著什麼呢? 平均平時每一部電影在每一個house上映的場次 按著片場不同 平均大約是六場 七場這樣就是很正常的水位 當然有些慘一點 就是天地牆那些 正常都有六至七場 而一部電影能夠排到二十幾三十 甚至接近四十場 是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院商那邊 它對這部電影是高度的期待 有些電影城 你知道它一個戲院 可以有七八九甚至十個house 即是它將超過一半的house 都用來播放破地獄 戲院商那種高度期待 代表著它們很有信心 這部電影一上映 會帶來海量的觀眾量 是可以打爆所有場次的 所以你看到有些戲院會安排 每半小時就有一場 甚至有些是每十五分鐘就有一場 這個數字是 真的挺誇張 挺驚人的 為什麼這部電影會有這麼高的期待值呢? 首先 戲院商當然已經事先看了這部電影 它知道這部電影是什麼了 再加上它知道觀眾有多期待 這部電影在早前的優先場 是一票不留 全部爆了 而這部電影背後吸引的原因 除了兩大超班的喜劇巨像去參與之外 我想這些前提 我不要在這部電影中講 我想太多不同的訪問片 介紹片都講過了 大家可以看回那些影片 今天這部電影 我盡力跟大家講一下 我看完了破地獄的感受 先講 拍這部電影之前 其實我已經看了兩次這部電影 第一次 其實想起也有個多月前 當時因為要準備跟導演和演員做訪問 而要先準備一下功課 看了先 我想當時我看的版本 就未是一個100%完成的版本 至少當時我看的時候 是未有林家謙的主題曲 當我看完之後 我當時有15分鐘左右 我是完全講不到話 或者是不想講話 因為腦袋還是停留在電影世界當中的氛圍 而這次電影帶出一個其中很核心的訊息 亦是一個頂覆性的命題 就是超渡的不只是先人 活人更需要超渡 因為破地獄這個傳統本身是為了超渡先人 現在他帶出的訊息就是 活著的人要面對失去自身的這段時間 一點都不好過 一點都不容易捱 活著的人 他們的心情由誰來照顧呢 相信每個人都會有類似經歷 由知道 相信 接受 釋懷 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而這部電影 彷彿就是和你走一次這趟旅程 提供給觀眾一課很好的生死教育 的確在華人社會當中 你說要提關於百事的事情 是很難以啟齒的 即是你怎樣去跟你的枕邊人 你的家人 去講一下你的身後事怎樣處理 或者可能 枕邊人會好一點點 都要跟自己同輩 如果你說以前跟你的長輩去講 我想你都未講到你的規劃是怎樣 就會換來四個帶子 大家來四個帶子 所以其實這次這部電影 我會覺得是一堂很好的生死教育 讓大家好好面對 正視一下死亡是一件什麼事情 讓我們的心 可以學會如何 好好地道別 而這次破地獄 我想了一會兒 為什麼破和地獄中間 有顆點要隔一隔的呢 或者我想 和戲裡面這句對白有關 你不知所謂 你不知所謂 不是的 生人都要破地獄 生人都很多地獄 很有層次感的內心戲 在擅長一刻 我真的想 如果這個角色 由梁朝偉做 又會怎樣 如果我是導演 真的有得讓我選 找王子華還是梁朝偉 我又怎樣選 我想了一會兒 我覺得 我都會選王子華 可能梁朝偉給我感覺 是太高高在上 太神 而王子華雖然大家都叫他 指華神 但畢竟由他講洞督少開始 就會給人有一種同聲同氣的共情感 所以杜生這個角色 他就是要站在觀眾的視角 透過不同的人和視 去走這一趟的旅程 好好去感受一下生存的意義 而在這個層面上 王子華的魅力更加適合 講到杜生這個角色 其實這個角色的設定 本身就很有趣 他是一個 不是太相信傳統婚姻的婚禮策劃師 戲中描繪到他對婚姻的看法 他就是一個 懂得共情到連自己的婚姻 都會想起下一代 究竟是否想出生的那種人 所以去到影片尾聲的那一幕 他的意思 我想不是出於反叛 也不是要挑戰什麼傳統 他是嘗試換個角度看 我們看的傳統 是否一定要這樣死板 或者正因為這段台詞 要講出來是自治鏗槍 摘地有聲 一個說話少些說服力的人 都很難去carry到這一段對白 去到這裡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導演會想由王子華 去演杜生這個角色 如果你看不過眼的 門口在那裡 好行 不送 其實這次整體演員的演出 都是非常精彩的 除了王子華之外 歸為首屆金像影帝的 許冠文先生 固然是非常精彩 近年見多了Michael哥的 比較內心戲 內斂一點的演出 好像風在起時 簡而征的個人獨白表演 已經為Michael哥帶來一座 金像獎的最佳男配角 而這次同樣沉穩的演出 從他和王子華的關係 由當初不願意接受這位 Partner 到最後委以重任給他 甚至最後被對方所影響 改變自己種種的思想 由守舊 抗拒 接受 到釋懷 整個過程都是演得非常細膩的 至於戲中飾演許冠文的兒子 朱柏康 其實我想近年朱柏康的演出 大家見多了 由他在陳茂賢 電影世界裡 或是其他的演出都好 嗯 我不可以用渣男去形容他 但總之就是那些 形狀不是太好 有些本屁的男人 這一次你看到他 可以說都是那種比較自私窩囊的男人 但他的角色 又令我明白到為什麼他要自私 因為他自小成長的經歷 他不想自己下一代和自己一樣 他知道除了阿妹 老爸這個家 他的老婆、小孩 都是他另一個家 去到這裡 你還覺得他行為是自私呢? 而今次朱柏康的演出 亦都可以說是入形入格 自然又會成為觀眾談論的對象 其實今次女演員當中 梁翁廷、韋羅莎的戲份不算很多 但他的角色都會令觀眾留下深刻記憶 而且都有好好的表現 不過講到女演員 今次這部戲的女主角 維斯瓦 我覺得她才是真正這部戲的主角 我記得我對維斯瓦這位演員 第一次有好感 即是覺得她演戲都挺好的 這個女生 應該打從她第一部戲 很想和你一起開始 算回都不知道十幾年前 之後好像前度、失眠 都是令人有深刻印象的演出 但直到遇上陳茂妍導演 筆日成婚2讓她首度提名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 而Paul、地獄就更肯定會是她事業的代表作 一直覺得Michelle的外表和實力都是兼備 但總是在祭遇上差一點點 早年可能會受合拍片的影響 很多片商都會選擇用香港男星去擔任主角 覺得這樣會比較在叫作力上有保證 所以女主角都會起用內地的女演員 直到近年制度不同了 香港女演員遇上好角色的機會都大大提升了 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衛斯瓦所屬的英皇電影 本身實在太過人才仔仔了 很多時候主角的位置都會起用比較資深的演員 而Michelle 就會成為了一些比較戲份少些 或者發揮空間少些的配角 不過今次在破地獄的表現 Michelle 可以說是令人眼前一亮 除了她和許冠文的婦女情 一邊要面對著一個食股不化的爸爸 另一邊因為哥哥不理家事 她要肩負重擔 再加上在電影的尾聲 她要演出一場非常重要的重頭戲 相信今次破地獄將會是衛斯瓦入行以來 最重要的一部電影 我相信在來界金像獎的影后入圍之列 Michelle 必佔一席 就看看這部電影 會不會帶給Michelle 人生當中首座金像影后的寶座 這次破地獄 我會形容為一堂很好的生死教育課 除了讓我們懂得了解一下 這個充滿著香港本地才會有的傳統特色之外 讓我們學懂如何在尊重先人的同時 都要去關懷一下活人的感受 這是很重要的事 好好珍惜你我仍然在世的每分每秒 才能讓我們這趟生命的旅程來得精彩而有意義 今天跟大家說破地獄這部電影 來到這裡先 不知道你會不會看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想破飛去看 而我都覺得這部電影 是一部不只看一次的電影 我自己剛才這麼說 我已經看了兩次了 第一次看是一個好奇的心 為什麼身邊這麼多人想看的呢 我先看看 有一個滿著娛樂看長戲的心 你看完知道了他講了什麼訊息 什麼事之後 當你第二次看 你會代入很多自己的想法 你對角色不同情感的投射 或者甚至乎你對生死的價值觀 都會放進去看的時候 那個感受又會幾截然不同 所以我想兩次起標 而我自己我想我接下來會看第三次 我不知道我看完第三次之後 會不會又有新的感受到時 可以拍多一條片說的 如果這條片大家喜歡的話 如果喜歡的話 不妨給個like 告訴我 知道你的存在 還有有什麼感受 你看完 或者是想看 有什麼任何感受 不妨在下面留言 寫下給我看 你看我都很努力去回覆大家的留言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互動的空間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希望得到一個訂閱 去讓我後面深厚的一個訂閱數字 繼續上升 今天跟大家說著破地獄來到這裡先 我們下條片再見 最後講完 這部電影 我還約了他們的導演 和剛才說了 今次這部電影 是她事業代表作的 Michelle 惠斯瓦 一起做了一集訪問的 大家很快會看到的了 到時支持這條片 記得留言 like share 訂閱 OK 就這樣先 拜拜 我們下條片